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 逃犯条例修正案已寿终正寝 香港政府愿意倾听民意平息纷争 不过有美国议员表示 国会方面仍将继续推动法案 对美国与香港的关系重新进行评估 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 一华 好的卡拉在刚稍早的连线当中 我们已经听到了香港商人这个黎智英呢 星期一是与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进行了会面 那么在星期二上午呢 黎智英是来到了美国国会来进行拜会 那么在会面结束之后 我们有机会采访到这个与黎智英进行会面的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 在被具体问到 与黎智英谈到了哪些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和内容时 这克鲁兹议员则是告诉我们 他与黎智英的会面进行了相当的正面 那么他也表示说 美国人民支持香港人民的行动 我们先来听听克鲁兹参议员他有什么说 会谈进行得很好 我很感谢他的领导 美国人民支持香港人民 中国试图强行推动引渡法是错误的 那是滥用权力 违反了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 200万人走上街头 这显示了真相和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美国支持香港人民 是的我们也知道呢 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关系呢 主要是奠基于1992年的美国香港政策法 那么香港目前所享有的这个特殊地位的这个待遇呢 也是源自于这部法律 那么在上个月这个香港爆发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反对逃犯条例之后 我们知道在国会方面也是一直相当的关注 有关的事态 多位的国会议员也推出了法案 要求美国国务院呢 重新针对香港的这个自治地位呢 来进行评估 那么这一项法案呢 也很有可能会动摇到目前香港 目前正享有的这个特殊地位的这个待遇 那么这个克鲁兹议员呢 也是推出法案的这个议员之一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知道刚刚这个稍早的新闻当中 也听到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已经宣布了这项逃犯条例 已经受终正寝 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 是否还有可能在国会方面 继续推动有关的这个立法行动 我们来听继续来听听议员的回答 会 我会继续推动 因为仍然存在法案继续向前进展的可能性 他们现在停止 不再继续强行推动 但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希望未来 有机会能再往前推进 而法案必须永远撤销才行 我们也知道香港的这个情况呢 目前可以说是受到了美国国会的高度关注 那么在国会两月 由两党的议员所共同推出的 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是否能够这个在这届的会期通过呢 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 那么美国之音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 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 感谢一华给我们带来的连前报道